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款新的材料 叫做AiPhone智慧泡沫 它的外观看起来蛮像海绵的柔软 而且相当有弹性 贴在机器人的指尖上 只有可以模拟人类的触觉 研究人员把一瓶一开快饮料传过去 机器手臂敏捷地拿起来移动放下 换成拿橘子也不成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团队开发了一项新材料 让机器人操作更精准 这块方形像是海绵的东西 就是AiPhone智慧泡沫材料 贴在机器人指尖就能模拟人类触觉 使机器人得以判断人类意图 并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因为它可以判断你的身份 即使你触碰到它们 它也可以使用 使机器人的手机器人 比较触摸摸摸摸的使用 比较触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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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 在泡沫表面下方添加了微小电极 模仿人类皮肤的末梢神经 人类靠触觉操纵物体 如果机器人也拥有这项能力 就可以更平稳安全的活动 机器人的手不但得以侦测实力大小 还能侦测实力方向 在与人类互动时更智慧 智慧泡沫是第一个结合自我修复 以及感应接近性和压力的产品 经过两年多的开发 有了初步成果 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AI机器人 也能提升意志灵活度 新加坡鼓励大学团队预计 AI-FORM最快五年内就能投入实际使用 TVBS新闻综合报道